此身逝去化何物 化为长松一株 挺立蓬莱山顶 白学满乾坤 为见长松 独青青 乘三问 严寒中盛开的梅花 修植挺立的竹子 用生命守护的稚气和节操 梅竹轩乘三问 1418年 世宗几位那年出生的乘三问 因为诞生前 天上传来三生 降生了吗 而得名三问 他在二十岁时状元极地 世宗朝与申书州一起编撰了 礼记大文艳读 是为杭文的创造 贡献巨大力量的吉贤殿年轻学者 1453年 魁友禁难发生 守阳大军夺下了侄子端宗的王位 大臣们极力抨击 室祖对王位的篡夺 负责王位玉玺的同腹成旨 乘三问 脚步慌乱地离开 紧紧抱着玉玺痛哭 用死来坚守终结的死六成 成三问 朴蓬莲 何伟帝 李凯 柳成元 于应福 他们暗中谋划端宗复位 但全部被揭发 被严刑拷打 最终也不承认 是祖篡夺的王位 你们怎敢背叛我 我们只是想让原本的王复位 天下有哪个人 不拥护自己的王 这怎么能叫谋反 你吃的不是朝廷的愤怒吗 有王上在 您怎么能叫我臣子 我也没吃您的奉务 如果不幸 可以没收我的家产 尽管如此 对他们的才能 十分欣赏的士祖 还是尽力说服他们 但死六成都拒绝了 士祖还是珍惜他们的才能 派了申疏舟游说 但还是没人听取 全部赴死 被车裂后 金石席为他们收尸 并葬于陆梁京附近 后世在此建起了死六成公园 每年10月9日韩文日 为纪念忠诚不是二君的死六成 在陆梁京死六成公园的一节祠 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当世的乱成 后世的忠诚 士祖 士祖也认可的终结气概 免死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气节 像今天 为私利私欲 可以抛弃信义的现代人 展示着信任的重要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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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lefon恰恰在想撐 无论可知又见 1981 混落 vague偶尔汝 痊愿如 χωρ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